知道下雨的情况非常严重 超过去年823的下雨 所以昨天这场雨 是超过去年823的雨水量 719高雄大淹水 韩国瑜跳出来救火 说都是老天 雨下太多才会成灾 还推托到去年高雄823水灾 只是他这说法被网友狠狠打脸 贴出两张累积雨量图比较 719这一天下了22个小时 可是去年8月只下了13个小时 比较起来时间少了9个小时 但去年823的雨量 还是大幅超过719 从颜色来看更明显 823整个高雄区紫红色范围又广 今年719颜色比较浅 范围比较小 雨量谁大谁小很明显 如果以降雨强度来看 823最大平地食雨量 在大辽区111.5毫米 山区最高16桂香105毫米 719最大食雨量出现在人舞区 126.5毫米 山区则是桃园香43.5毫米 在去年的8月23号到8月28号 那几乎都是每天下雨 雨的状况几乎就是用倒的 那我会觉得为了这样的事情 它会在拖折 气象局分析 这两次豪雨事件降雨强度相当 都是一定会淹水的等级 不过719是从下午1点下到6点 823则是持续一整天 降雨时间差很多 总雨量当然不一样 去年823大雨 雨量几乎已经是719的两倍 韩国瑜想把淹水原因 归咎在雨下太多 但恐怕发言前要先做功课 以免这样错话又被打脸 三里新闻赵国瑞 李雨景高雄报导